體態的美 關於體態的美的話呢 就是要美的有自信 很適合自己 有平衡的一個線條 就是體態的美 體標的話呢 通常是在於線條的美 但是減重的話呢 就在於就是 體重計上面的人的數字的變化 那現在的人呢 因為很清楚明白就是說 體重計上面的數字呢 不代表一切 而是看起來身體的體態是完美的 是適合自己呢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做體雕的時候呢 自己展現出來的那個 自信美 這才是現在 它是利用真空吸引的一個狀態呢 將我們的脂肪層的部分呢 夾在這個機器裡面 那它利用持續的低溫呢 讓身體的脂肪細胞 能夠有一個所謂的雕網的一個現象 不管是FDA CE 或是TFDA呢 都有獲得了認證 而且它的副作用量的小 頂多就是做完治療之後的一些 麻的感覺 甚至一點點魚親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影響到 日常生活作息 所以這個治療來講 其實蠻推薦的 就是一般 譬如說還沒有做過醫美的病人 然後需要就是說 沒有什麼恢復其 然後又怕痛的人 適合這個治療 除了動脂小組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有一組的 都會幫病人規劃好 就是要做哪些部位的動脂的治療 那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把動脂的治療 發揮最好的效應 上帝是創造曲線給我們人類的 那我們人類的話 其實做出來的直線的東西 其實看起來就不是我們的治療 所以我們當然需要醫生 跟我們動脂小組呢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直線線條 創造出來一個曲線的感覺 可能會是更治療 更有效的更挑戰 如果說是他沒有在健身的客人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會目標先放在大區塊 跟減脂的感覺 那通常都是在腰 腰、褲、大腿的這個內側 其實看起來效果是最明顯的 那如果說是已經有在健身的客人的話呢 剛剛我們講的一些大部位的一個區塊呢 都已經有比較好的改善 但是他還是會有 對於一些小的線條的部分 不是很難以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會利用比較小的攤頭 幫他做局部的小的標説